而不是,他們就會變成一種叫做地博靈的例鬼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身後有一個士兵推著板車 好像一陣風般衝過來,直接衝到鬼刀面前,速度很快 鬼刀一個閃身避開了,但是他後面的肥威避不開 整架板車撞到肥威道,板車一聲就反了 結果,而那個推著板車的士兵都撲到肥威身上 馬上,院裡所有人都不動 成英英,所有人包括板車上的士兵 包括關在鐵籠裡的奴隸,全部看著層次他們幾個 突然間,他們腳下的大地開始震動 四周圍那種淡黃的光線變得忽明忽暗 最後,好像燃燒的火焰一樣,發出灼熱的紅光 越來越強烈,那些士兵的臉開始變化 他們的臉色慢慢變青 嘴裡,生出又長又鋒利的牙齒 手指,生出好像鐵鉤一樣很長的指甲 他們對眼開始變色,好像被人打了墨汁一樣 整隻眼變得黑蒙蒙 最後這裡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一張張得人驚的鬼面 遠門啪一聲打開 剛才在外面見到的那些盛裝延末的宮中侍女 全部變成青面獵牙的鬼 一邊喊著,一邊衝進來 揮舞著鐵鉤一樣的指甲 向著陳志他們撲過來 陳志這個時候完全確認到 這些人絕對不是幻覺 他們的力量很大 絕對不是人類可以達到的 有一個來陳志最近的衛兵撲過來 一手伸過去就想抓陳志的頭 陳志一閃 鬼爪碰到肩膀 馬上劃開幾條很深的血痕 陳志拔把長刀出來 而他身後一個鬼面的侍女已經撲到他眼前 一口誓到陳志的小腿裡 他的牙齒很尖 嚇一聲 直接咬到入骨 陳志一咬牙 馬上感覺到一陣刺骨的疼痛 由小腿傳上來 跟著周圍的一班地駁靈 一個又一個這樣撲上來 他們的牙咬在身上 陳志覺得整身都很痛 好像快被他們撕開一樣 陳志忍著痛 拿起大黑狗腿刀 左右斬 那把大黑狗腿的刀刃很鋒利 很快 幾個地駁靈就被陳志斬到地下 但是他發現 這些地駁靈被斬傷之後 根本是不會死的 他們踏了落地 然後又很快爬起來 繼續衝到陳志島 這些地駁靈的目的很明顯 他們想撕開陳志的肚 將他的腸拔出來 而身邊的鬼刀和肥威都在拼命撕殺 肥威根本來不及拿槍 他身上已經咬到全身都是血 秦月陽拼命地在尖叫 陳志模糊間見到 秦月陽的臉已經血肉模糊 被咬到片體淪傷 鬼刀由空中一下跳了過去 幾度都光閃過 秦月陽身邊的地駁靈 一片又一片地淪低 但是又一片又一片地撲回來 很多新的地駁靈 由外邊衝進來 在院裏越聚越多 四個人被這群地駁靈圍到實一實 很快就將會被撕成碎片 而在血光當中 陳志見到 那個穿著白色和服的女人 站在沒有多遠的地方 神情麻木地看著他們 他抱著那個小孩 對著陳志在這裡冷笑 那個小孩頭上的三角形傷口 依然在流血 陳志知道他們幾個人頂不過兩分鐘 鬼刀身上已經流血 而肥威揮舞著軍刀拼命地喊 秦月陽就毫無招架之力 躲在鬼刀身後 他全身都是血 隨時可能倒下 陳志這個時候忍著劇痛 他的腦飛快地在這裡轉 他在找生爐 這個時候 他的眼睛突然停在水池上面 水池的黃水 繼續冒著黃色的武器 裡面飄著一些 還未腐蝕的白骨碎片 陳志馬上做了個決定 然後一咬牙跟大家說 大家快點跳到那個池裡面 快 他話音降落 就聽到肥威嘻喊喘地問 你是不是傻的 我才不跳 我就算死都要留一條全屍 你們答應過我的 你們說會相信我的 快點跳 陳志講完之後 一個戰步就衝了過去 一手抓著已經全身流血的秦月陽 好像麻鷹拔雞仔一樣 將他整個拔起 然後急跑幾步 想到不想 就跳進去黃水裡面 跳到進去黃水之後 陳志沒有任何的感覺 他張開眼睛 看見鬼都都跳進來 之後是肥威 大家看上去 看到那群地搏靈 沒有追過來過 他們圍在水面上邊 看著水底 但他們好像什麼都看不到 那個抱著小孩的白衣女人 走過來 在池水上邊 露出他絕色傾成的面孔 他表情麻木地看著池底 而他抱著那個小孩 好像可以見到陳志 那個小孩掩著自己三角形的傷口 陰心地看著他們 陳志他們幾個不敢停留 一直向水池的深處潛下去 陳志發現 他雖然可以感覺到水流 但是周圍的水依然很清澈 他們幾個人身上 雖然全部都是血 但是就一滴都沒有融入水中 這池黃水 果然和陳志預測的一模一樣 是有形體 但是沒有實質的 同樣 在水裡面 他們依然可以呼吸 大家繼續潛下去 陳志用手掛著秦月陽 而秦月陽現在的氣息 已經很弱了 他閉上眼 身體好像死魚一樣 在水中飄蕩 大家繼續向下潛 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出口 但是下面的光線 就越來越暗 到最後已經是七黑一片 肥威搖開一個火摘子 火摘子在這種假水裡面 依然可以點得住 藉著火光 他們發現 他們下面好像有一棟鐵門 在水底的深處 若隱若然 那究竟 這棟鐵門後邊 又是什麼呢 我們留待下期繼續說 第一百五十五章 死女逃生 他們借著肥威火摘子的火光 發現水底下邊 好像有一棟鐵門 肥威指了一下水底的鐵門 入了下手 帶頭就潛下去了 幾個人也跟著他尾 這裡下面的水流很急 衝到他們不斷轉圈 他們很難控制自己的重心 艱難地游到那個位置之後 終於看清楚 下面的確是一道對開的大鐵門 上面綁著一圈鐵鏈 身後邊 一陣激流湧過來 頓時間 將他們衝來原位 幾個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 眼看著 就快被衝到下面的窟窿 這個時候 肥威在水中一個翻身 掙扎著游到鐵門位置 一隻手拿著鐵門的鎖鏈 另外一隻手就拔著陳子 陳子拉著秦月陽 而鬼刀被水流衝了下去之後 在水流當中轉了幾個圈 逆著水流就游上來了 鬼刀拿出腿上的不知火 在水中藍光一閃 沒有任何聲音 鐵鎖鏈就被他斬斷了 與此同時 肥威拉著大鐵門的把手 全身的肌肉緊繃 一用力 一聲 大鐵門在水底 被他們打開了 撒那間 一股急速的水壓之下 他們四個人 被衝入鐵門之中 陳子感覺到 自己好像在萬丈高空 跌下來一樣 當他身體跌到地面的時候 小小的霧彈了一下 然後才落地下 之後他聽到 大家跌落地下的聲音 計算自己 一共是四聲 在黑暗當中 陳子認真聽 聽到所有人的呼吸聲 陳子才放心 然後他就暈了 陳子暈了半個小時左右 才回回一口氣 然後覺得自己全身都很痛 肌肉都開始發震 他覺得自己就快散了 那些被地駁靈咬過的傷口 現在好像火燒那麼痛 這個時候 他耳其邊聽到有人 暗暗沉沉 認真點聽 原來肥威又在那裡滲 我頂 打死我 肥威已經醒了 他好像疼得很痛 加起來 整身都是傷 他不停在那裡鬧 陳子這個時候 睜大眼 他向上望 他發現 現在他們 好像在一個癌洞當中 地面凹凸不平 四周圍黑媽媽 都不知道這裏面積有多大 在他們上方 見到的是一個大鐵門 就是他們進來那裡了 鐵門入邊的水 沒有流下來 而是好像蒸氣一樣 浮在天空上 陳子動了一下雙腳 他覺得 大腿的骨頭 好像要裂開一樣 很痛 他勉強用手支撐著地下 右手扶著自己的腰 慢慢地坐起來 四周圍雖然黑媽媽 但是前邊的角落 有少少光 鬼刀半噸在那裡 手裡拿著火摺紙 招著秦月陽的臉 只見秦月陽 整面都是血 肥威這個時候 爬了過來 很擔心地問 秦彩金座姨龍姨 怎麼樣 終於流血了 都說 他 他沒有死 陳子這個時候已經站起來 急著急著走去鬼刀那裡 看看秦月陽發生什麼事 只見秦月陽 雙目緊斃 他的身体已经被血浸到湿了 他的面上边连一块好的肉都没有 血浴模糊 直不一地躺在那里 肉都不动 鬼刀护低身 先听一下秦月阳的胸口 然后在他胸口里按了两下 同层致话 他没事 之后鬼刀 在自己的邪背包 拿了急救包出来 由里面拿了一支蓝色的滴管 将里面蓝色的液体 滴入秦月阳的鼻子里 药水流进去之后 秦月阳马上倒吸一口气 然后突然间抹开眼 好剧烈地咳起身 之后他的眼泪 好像缺了提的洪水一样 不停流出来 他双手挣扎着好痛苦地尖叫起身 尘致认得那支蓝色的滴管 那样东西的化学成分很复杂 叫做液毒干菌 又叫做回云散 其实就是用刺激神经末端的原理 让人在巨大的疼痛当中 立刻脱离休克的状态 避免脑死亡 刚才那几滴药水 会刺激秦月阳的神经 让他的身体感受到极大的痛苦 而且脑神经会短暂性炎乱 之后十分钟左右 他一定觉得非常难熬 秦月阳在这里又哭又叫 但是他身上的咬伤 还在这里继续出血 秦月阳是刚才在上面 受伤最重的一个 因为他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所以他的身体 已经被咬到一颜一忽 血肉都翻出来 和衣服裹在一起 他臉全部都是伤口 腺血流到整面都是 有些伤口上面 还有浮游令 留下的指甲和牙齿 以他这种状态 不用十分钟 就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 虽然急救包里面 有很好的止血药 但是秦月阳现在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 帮自己解医疗伤 陈志和肥威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做好 而鬼都呢 想到不想 就撕看了秦月阳的衣服 他将秦月阳 皮育上边的衣物 全部都扯到一干二净 然后叫陈志和肥威 按住秦月阳对手 用清水去抹那些血红的伤口 鬼都用刀 将秦月阳伤口里面的牙齿 和指甲 一个一个挑出来 最后 帮他敷止血药粉 陈志按住痛苦挣扎的秦月阳 心里面相当难受 他对现在这种结果 已经无话可说了 秦月阳作为队伍里面 唯一的女性队友 一直坚强地跟着他们攀山摄水 但是现在 他的生命危在单直 承担着这种 男人都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 这个时候 已经无人顾得男女之别了 当务之急 就是要帮秦月阳保住条命 如果秦月阳死了 所有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鬼都帮秦月阳包扎完伤口之后 不知道是指血药太有效 还是秦月阳挨都累了 他没有再挣扎 而是缩了一块 挨在一边睡着了 秦月阳睡着之后 陈志他们才想起 自己身上哪里都有伤 他们三个趁这个时间 快点打开自己的衣服 处理伤口 大家三下边都是伤痕累累 肥威的情况最严重 可能他看起身肉多了 他的大腿被地膊龄咬了很多咖 他们处理好伤口之后 都敷上止血药 这种药粉真是畜效了 真痛止血 还带催眠的效果 陈志他们马上就眼睡了 但是陈志对他们现在的状况 并不放心 他叫大家千万不要睡着 他们迷迷糊糊挨了一阵之后 觉得身上哪里的疼痛 没那么厉害了 伤口都开始结焦 肌肉都不震了 看来老筋斗 当初吃重金买的特效药 确实等死 这个时候 陈志挣扎着爬起身 他举高火摘纸 开始认真检查他们所在这个空间 那究竟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第一百五十六章 素观真检查 他举起火摘纸 走迈向岩洞边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岩洞 四周围光脱脱 除了岩壁 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很快就走到岩洞 他们很快就走到岩洞 发现前边有一条很窄的岩壁 窄到只能够走一个人 里面同样是黑蒙蒙 不知道这条岩洞通去哪里 这个时候肥威走过来 刚才他靠完之后 身上边的疼痛已经减轻了 他立刻在裤头带 貌帝将腹脚都扯起身 肥威说 你留在这儿照顾秦月阳 我进去看看 陈志一下抱着肥威就说 你想做什么 你不要自己一个去 这里很危险的 等秦月阳醒了 我们一起去 你就放心 如果是危险的话 你拿把刀逼我 我都不去 我告诉你 由风水学上来看 我们现在这里 就是海底墓月的龙眼 日本整墓的时候 都会将墓主人的官 放在这个位置的 我去探一探路先 如果幸好的话 前面可能就是主母室了 肥威原来一早就 已经拿了个罗间出来 陈志见到 罗间上边的指针 已经不再乱转了 好像恢复回正常 鬼都在后边跳过来 我和你一起去 谁家的东西 还是不再乱转了 我看你 都不再乱转了 对自己的东西 然後鬼刀拿上長刀,帶頭就鑽進岩壁的納瀝道 斬下眼就不見了人,肥威馬上跟上去,和鬼刀一起消失在黑暗當中 陳志見他們走了之後,回頭看回秦月羊 秦月羊的眉頭開始舒展一點,他睡得很軟 身上還是搭著被血染到紅色的衣服,他的臉全部都是血痕 陳志見到秦月羊現在這樣,就了下眉 他們這次任務的核心,就是要將秦月羊安全護送去主墓室 將他神無的能力留到最後,解除殺生石的蜂瘾 如果秦月羊現在傷得那麼重,不可以施發 那就算找到主墓室,都沒有任何意義 他們這次的任務,就算是徹底失敗 如果封印解除不到,他們就困在這個結界,永遠出不回去 這個時候,肥威一個人從沿路回來了 他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陳志,你跟我過來,裡面有大菜 什麼叫做大菜呢? 大菜是道務行裡面的行話 陳志以前聽肥威說過 一般的靈寢當中,只會有一個墓主人 尤其是皇陵,其他的屍體都是陪葬的 不會將棺放進主墓室 只能夠放在儀室當中 如果進主墓室當中,看到不單是一個人的棺 那就叫做菜了 而棺的數量如果超過五個,就叫做大菜 大菜在陵墓當中很少見 一般的菜通常都是夫妻合葬嶺 肥威曾經說過 他入過一個東進皇世子的陵寢 裡面排了五個小官 打開之後,全部都是未滿月的孩子的屍體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五包胎 估計是當時的醫療條件太差了 令五包胎生不了出來 難產死了之後,就合葬在一起 當時呢,這種情況就已經叫做大菜了 一串翠綠通透的翡翠綠葡萄 就在這個大菜當中發現了 陳志覺得奇怪 百展的主務室 為什麼會出現五個以上的官呢? 難道是被人分屍?分開裝? 陳志一邊想,一邊就跟著肥威 入到這個岩壁的納粒 這條通道很長,越走越窄 陳志走到後邊,覺得快要窒息了 不過,就在這條通道的出口 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天然岩洞 這個岩洞呢,有剛才那個岩洞幾十倍大 至少有兩千多平方 和剛才那個小岩洞通過岩壁裡的納粒連接起來 呈一個刀狐魯的形狀 肥威之前已經點著了,放在岩洞壁上面的火把 現在,整個岩洞的全貌在火光當中盡收眼底 而鬼刀拿著把刀,站在洞口裡 鬼刀見陳志進來,無出聲 而是另轉頭,望向洞的深處 陳志發現,這個岩洞沒有任何的人工裝飾 全部都是天然的形態 圍繞著岩洞的中間 整整齊齊地擺著百幾個棺材 密密麻麻,相當壯觀 所有的棺材都是木頭的 雖然未看得清是甚麼木 但是可以知道,木頭的質量非常之好 木質唇口發光 經歷了這麼長時間,都依然沒有變霉變藍 但是,棺材的造工呢,就很簡樸 上面沒有任何的圖案 甚至連彩漆都沒有游上去 這些棺材圍著岩洞的中間 按照一個方向整整齊齊地擺著 棺材下面全部垫了石台 防止被積水浸 而在岩洞的正中間,有一塊空地 上面擺了一塊很大的石 石的表皮是焦黃焦黃的 上面還有很多橫紋的石痕 露出很多通透的斑痕 裏面曝光閃亮 陳志一眼就看得出了 這塊是很大塊的金剛玄石 而在塊金剛玄石上面 刻著兩個封了黑漆的帶子 真魂 牆上燃燒著的火把 為這些棺材 濃上了一層隱隱約約的黃光 令到這個岩洞更加陰森和詭秘 陳志在牆上拿了一枝火把 就走到棺材樹 他繞了一個圈 數了一下棺材的數目 一共是一百零一個 他慢慢蹲下 認真地看離他最近的棺材 他用手摸了一下棺材的邊 陳志發現這些棺材的木質真是很好 用的是上等的魚鱗雲參 這種木材是日本特有的 產量很少 木材的密度很大 可以防蟲防老鼠 整成棺木 用一萬年都沒有問題 非常珍貴 在日本古代 只有皇室人員的武裝 才可以用這種木 但是這些木材 和日本古人的下葬禮 又不一樣 官上非常樸素 沒有任何的彩漆 也沒有彩繪的圖案 這種在日本來說 就很少見的 好像這裡所有的棺材 都是在一定的限期之內 趕猴趕命地製作出來 陳志認真地看 在棺材的側壁 有一排好心的文字 那些文字的筆法都很精湛 廢豪蒼勁有力 絕對是書法大師的手筆 而這些字呢 都被很認真地 刻在長條白石上面 然後再陷入棺材的側壁 用銀水去淋邊 邊角位 一點多餘的銀水都沒有 細節的處理一絲不苟 可以看得出 在寫和雕刻這些名字的時候 將人心中那種崇敬 而謹慎之心 陳志認真地看這些字 都是一些日本人的姓 有些姓如雷半耳 是日本歷史上翻雲覆雨的大家族 甚至在現在的國際新聞當中 都經常可以聽到 那究竟這百幾口觀 是甚麼來勞呢 我們留待下期繼續說了 第一百五十七章 白人陰陽師活葬之無 陳志盜著這百幾口棺材 走了一個圈 每一個棺材蓋 他都用手摸過 走完一圈之後 他跟肥威說 你可不可以叫開些棺材呀 肥威說 嘿呀 顧你不到呀 橙仔 想發達呀 你還心急過我呀 嘿呀 我們島島裡面的大賽呢 就是指發大達了 你放心啦 這麼多棺材呀 我們一定發過豬頭呀 肥威說完之後 拿起衣服走 走到一個 來自己最近的棺材前邊 那口棺材的顏色 比其他棺材都要深很多 而側壁上邊 嚇著的是 舊山搏一郎幾隻子 肥威先用手 摸一下這口棺材的邊 然後敲一敲棺材的側面 貼一隻耳朵 聽了一下 然後他很失望地轉頭和陳志說 哎呀 你這次就不要這麼大希望呀 你的棺材裡面的聲音很清脆呀 講明空間很大 怕且裡面沒有什麼靈異呀 陳志說 行了行了不用說了 你快點叫啦 因為之前 很多的工具都丟在上面 那邊 只剩下兩把簡易的超號 放在鬼刀的背囊裡 但是 用來叫棺材呢 就不適合 洗的 肥威在綁腿那裡 拔了一把棍刀出來 在棺材的邊緣那裡摸了一下 一刀就刺進去棺材的垃圾裡 這些棺材不知道為什麼 連釘都沒有釘 肥威用力一叫 馬上出現了一條縫 然後肥威伸手進去 將棺材蓋往上一揭 一聲 整個棺材蓋 就被肥威揭開了 木碎掉到整地都是 但是 當棺材蓋揭開之後 棺裡面的情況 跟陳志預料的一模一樣 裡面什麼都沒有 肥威吐了 搞什麼鬼呀 烘烈烈烈的 裡面那條絲呢 肥威於是 又順手選了幾個棺材叫開 裡面依然什麼都沒有 肥威說 這樣就真是奇怪了 這些日本人想什麼 沒有絲的話 放空冠在這裡搞什麼鬼呀 還有 那些棺材上面都黑了名字 這些名字是什麼人 為什麼他們的棺材 要集體放在這處 哎呀 不大吉利是 肥威說完 又低頭看了一下他的鑼羹 入到這裡開始 他的鑼羹又恢復正常 肥威說 我們現在岩洞的位置 在風水學來說 就叫做龍眼 也就是說 這裡就是整個龍頭當中 最聚氣的位置 如果要整毛月 這裡絕對是主墓室 奉印白錢的殺生石 也都會放在這裡 但是為什麼 現在放在這裡的 都是那些黑著名的 什麼都沒有的棺材呢 圈奔奪主 反而變成了毛的主人 真是想他不明白了 陳志這個時候 一聲都不出 走到那些棺材中間 他用手 摸了一下棺材上面的名 陳志說 他們沒有圈奔奪主 他們原本就是毛的主人 而是我們一生情願地 那覺得這裡就是玉祖前的毛 看來我們 真是理解錯了 一千多年前 在這個賭國上發生過的事情 傳說日本的大陰陽師 安倍晴明發力無邊 奉印了當時身為寵妃的狐妖玉祖前 也就是我們想賺的白錢 但是因為玉祖前的能力太強大 不可以將他殺死 所以安倍晴明就將他封印入殺生石裡 不過 如果 好像我們推測一樣 玉祖前 真是上古正神白錢 那以安倍晴明的能力 有誰可以封印到他呢 我們之前猜 安倍晴明 可能是上古大神的血脈 是一個強大的半神 不過 不過 就算他真的想要封印白錢 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 這次戰爭的勝利 絕對不是安倍晴明一個人的功勞 在一千多年前的日本 一定發生了 與中國相末時期同樣重大的事件 就是人神之戰 這場戰爭的領導者 肯定就是陰陽術界的靈魂人物 安倍晴明 至於安倍晴明作為一個半神 為何要幫人類呢 我們就未搞得清 不過 那場戰爭一定很慘烈的 人神大戰? 即是你說 在日本的平安時代 鳥羽天王的時候 日本發生過大型戰爭 但是 史冊就沒有寫嗎? 嗯 沒錯 史冊只是當權者的私人日記 你不可以太信史冊的 我們寧願要多些聽傳說 你看 一千多年前 這些名字 應該就是當時日本 很出名的陰陽師 他們有些被人記住 但是有些呢 就在歷史的紅樓當中 無聲無色地被人忘記了 我們之前在上面 遇到游浮寧的時候 見到古代的日本京都是怎樣的 也都見到 御食人是怎樣的 他們的行為簡直慘絕人還 所以 那時候的日本 一定是生靈塗炭 白淺 它肯定是食人的 而且它的力量太強大 是人類不可以抗拒的 可能就算鳥與天王 它都不敢為抗白淺 不過後來 安倍晴明在皇宮出世 可能是因為它和白淺有特殊關係 而安倍晴明作為半神的能力都很強大 而最重要的是 它選擇站在人類這邊 當時的安倍晴明為了對抗白淺 集合了全日本最頂尖的陰陽法師 這些陰陽師 拋開了門戶派別之見 拋開了個人的恩怨 為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聚集在一起 一起對抗白淺 開始了這場實力懸殊的人神之戰 按照我們找到的控石推測 當時的白淺 它手下肯定有很多低級的神靈給它洗 所以就留下了日本平安時代 人鬼共存、白鬼夜行的傳說 當然 這場仗最後贏的是人類 可能是因為安倍晴明的能力實在太大 也可能是因為它和白淺的血緣關係 但是事實是怎樣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不過我們知道 最終它都是封印了白淺 白淺被封印之後 可能是由於當時的封印不穩定 可能是為了保護結界不被侵犯 這一百多位陰陽師 就選了留在這裡 繼續守護白淺的封印 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就沒有離開過這個海底無穴 我們剛才在外邊看到 那些很精美的白石雕刻 就是歌頌這些陰陽師的 歌頌他們捨生取義的藏舉 所以這樣就解釋了 為什麼結界外邊非常宏偉壯觀 但是結界裡面就很簡陋 因為結界裡面的所有東西 都是在很短時間裡面製造的 這個海底無穴 由始至終都不是為了白淺而製造的 而是為了一百零一個自願犧牲的陰陽師 所建立的活葬之墓 肥威這個時候聽到入腮 他問 你是說 這一百幾個陰陽師 是被人活葬的 他們的師不在這裏 那他們現在去了哪裡 肥威對眼不停在轉圈 很警惕地看著四周圍 那究竟這些人的屍體 又去了哪裡呢 我們留待下期繼續說 第158章 誰在敲門 肥威問 你說這一百幾個陰陽師 是被活葬的 那他們的師不在這裏 他們現在去了哪裡 陳志用手指指了一下上邊 很小聲地說 他們都在上邊 我們之前被夜狼襲擊的時候 看到那兩個 是操控犬神和犬鬼的陰陽師 剩下的99個 應該都在上邊 我們之前在京都環境裡走 然後跳進黃水池 之後就來到這個岩洞 其實都算幸運 其實都算幸運 如果不是 我們之後的行程 一定是死路一條 那些活葬在這裏的陰陽師 後面還有很多人 他們在等著我們 肥威聽陳志說完 他沒有出聲 蹲在地上沉默了幾秒鐘 好像在消化著 陳志剛才所說的 而鬼刀都站在陣雲石旁邊 動都不動 不知道在想什麼 肥威沉默了一陣 站起來就說 那我們接下來怎麼辦 由方位上來看 白淺的主墓室不在這裏 肯定就在上邊的了 我們現在就回不了上去 如果要由洞頂的鐵門又回回去 那幫地博靈肯定還在等著我們 我們回去等於送死 陳志聽肥威說完 靈了下頭 沒有再出聲 其實陳志現在 都不知道他們接下來要怎麼辦 他現在有個方法 不過還未可以確定住 肥威在上衣袋那裏 掩了一條壓到扁的煙出來 真是意外驚喜 但是煙已經受潮了 根本點不穿 肥威把煙子打開 拿了裏面的煙絲出來分成三份 一份在嘴裡咬 其他兩份呢 就給了陳志和鬼刀 陳志也把煙葉放在嘴裡咬 他看了一下這個岩洞的洞壁 這個岩洞太乾淨了 可以說是一粒塵都沒有 好像每天都有人搞衛生 那些棺材呢 雖然很樸素 但是一千多年 上面連一層浮灰都沒有 周圍的空氣很乾燥 一點都不潮濕 陳志說 我們不可能沿路回去 或者我們試試換位思考 想想當時安倍晴明在想什麼 為什麼要把棺材放在這裡呢 肥威說 想什麼 他可以想什麼 那隻臭小子 騙了一群陰陽師 悶悶悶悶地過來這裡和他守護 自己就夾了出去響清福 還把他的老婆丟在樹 自己風流快活 Happy Happy到八十歲才死 嘻!他真是正了 肯定是渣男來的 陳志聽肥威說完 靈了下頭 看著那些密密麻麻的棺材說 我覺得他沒有走過 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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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間 一陣敲擊鐵門的聲 打破了黑暗當中的寧靜 三個人馬上打了個突 他們全部看著 秦月陽所在的岩洞 秦月陽現在得回自己一個躺在那裡 三個人以最快的速度 穿過岩洞的縫隙 跑回到那個小岩洞 他們見到 秦月陽原來已經醒回來 他抱著膝蓋 整個人震了 對眼直直地看著岩洞頂上的大鐵門 那裡的大鐵門 在水流的衝擊之下 已經完全關到陷了 在陰影當中 露出上面 似有頑無的暗綠色 好像一張怪獸的臉一樣 隱藏在黑暗當中 突然間 那些聲音又出現了 唐 唐 唐 陳志這次聽得很清楚 是有人在那裡鐵門後敲 敲門聲響了幾下之後 就不再響了 好像在試探著 下面是不是有人 所有人都馬上神經緊張 陳志做到一個不要出聲的手勢 然後跟肥威打了個眼色 再指一指秦月陽 肥威輕手輕腳地走過去 將秦月陽揹起來 又輕手輕腳地走回來 這個時候 上面沒有再敲門了 不過所有人都知道 在鐵門後邊 有一件事在窺探著岩洞 隨時都有可能進來的 幾個人保持著絕對的安靜 在安靜當中又很緊張 陳志打了個手勢 叫所有人都小心點離開岩洞 他們沿著岩壁的那瓶 進回去大岩洞那裡 進了大岩洞之後 陳志還是叫大家不要說話 繼續保持安靜 這個時候 肥威控埋陳志耳邊 很小聲地說 外邊那隻東西 遲早都會殺進來的 我們要馬上找條路走 如果不是死定 肥威講完之後 在頸那裡 做了一個殺頭的手勢 這個平時看起來 好像很過癮的動作 現在一點都不好笑 所有人都很心急 在這個大岩洞那裡四圍轉 希望可以找到條路出去 肥威甚至連棺材底的石台都摸過 不過這裡沒有任何的機關和暗牆 其他人都在那裡找路走 但是陳志呢 就一直動都沒有動 他站在棺材群的中央 看著岩洞中間 那塊黑著震雲的大金剛石 在那裡發牛斗 陳志一直在想 他爸爸曾經說過的說話 如果你可以知道對方的心思想著什麼 你就會知道他接下來會做什麼 要學會換位思考 陳志現在想 若然他是安倍情明 他為什麼要把這些陰陽師的空棺材放在這裡呢 又為什麼把京都的幻象放在上面呢 是不是本末倒置啊 原因很簡單 白錢的遺骸不會放在上面 而是 但是原來是 你會發現 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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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